那么就在德国总理赠送中国历史地图的同时 菲律宾的渔船日前突破了中国海警船的封锁 占有争议的岛礁 为废弃的军舰提供人员换房和物资补给 菲律宾还向海牙国际法庭递交诉状 指控中国在南中国海化设的国界线 违反了海洋法公约 而中国历史上11段的国界线何时变成了9段 到底又是谁出卖了中国的土地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菲律宾3月28号突破中国海警船的封锁 到有主权争议的仁爱礁 为废弃军舰提供人员换房和物资补给 并在29号正式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交了长达4000页的诉状 指控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化界违反海洋法公约 据历史资料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 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组织军队 对日本曾经侵占的南海诸岛进行接收 经过实地勘察测量后 1947年完成了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工作 1948年对外公布标有11段断续国界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 在以后几十年的国际社会间没有人提出异议 1953年中共为了拉拢越南共产小兄弟 对原有的11段的断续国界线进行调整 将北部弯两段去掉 造成11段线变成9段线 1982年联合国设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规定离陆地12海里处为本国领土 对东海诸岛和南海诸岛的争议划出了明确界线 而这些界线和中华民国划定的海洋界线严重冲突 中共参加了海洋法会议 并在海洋法上签字承认 对于菲律宾的上诉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中方已多次表明不接受非方就中非南海争端提起的国际仲裁 对于岛礁主权争议和海域化解问题 中方坚持与有关当事国直接谈判解决正义 他嘴上必须坚持不放弃 但是实际上他知道这个恐怕站得住脚 而且自己的面也有一定的限度 所以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妥协 但嘴上还是要那么坚持 共产党如果他把它放弃的话 那他是这个卖国贼 因为你当政你要守着家产 你不守家产你就得败家子 我反攻比谁的坚决 我是个民族主义者 我要保护中国的财产 在最近几天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德国期间 德国总理默克尔送上了一张 会于1735年的中国地图 这张地图是当年德国的传教士 和法国的传教士画出来的 其中中国的版图也包括南海 这张地图传出后 让接受中共教育出来的民众大吃一惊 民众把这张地图和中华民国地图 以及现在的中国地图做对比 看看中共夺权后 使中国失去了多少土地 包括害蒙古 包括跟苏联交接 还有南亚一些地区 那都是中共去出卖的 这个出卖实际上是49年之后就在做 最露骨的就是 八九六次之后这个江文军上台 把相当于几十个台湾岛 这么大的一个领土 就给了俄国了 1979年 邓小平为夺取军权 发动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据民间公布的数字 当时牺牲了十几万中国军人 而二十年后的1999年 当年激战的边境地区 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 由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签字 划归越南 从此 中国阵亡将士尸骨 永远埋葬在异国他乡 前绵地区